披萨混合材料揉成面团并发酵至两倍大 设置电饼称模式120华氏度10分钟 全程结束后放入面团用余温发面 轻拍排气分割成两份整成两个球形 一个盖上保鲜膜放置一边备用 另一个面团压扁擀开 擀成比挨锅内锅小一圈的大小 用手指推出披萨边 捏糕塑形 内锅撒上面粉防粘 将面饼放入内锅 自制四瓶口味随行搭配组合 用叉子戳孔 涂抹披萨酱 撒上马苏里拉芝士碎 根据喜好摆放食材如香肠 肉丁 菠萝 金枪鱼 培根 青椒 橄榄 蘑菇等等 撒上马苏里拉芝士碎 烤箱模式385华氏度13分钟 预热前直接放入内锅和披萨 传统大烤箱需要更高温度和更长时间 发酵烘烤 一击完成 底部酥脆 内里松软 自制披萨口味丰富 随心搭配充满趣味